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根據知名傳會記者羅馬洛的消息 就車路士針戒水晶宮的中場奧利斯的交易 水晶宮方面曾考慮起訴車路士違規接觸奧利斯 令這宗傳會的情況發生變化 最終奧利斯昨天與水晶宮續約4年 根據此前媒體的報導 車路士原本打算啟動3500萬英鎊的解約金簽下奧利斯 而羅馬洛也曾經報導這宗交易將近完成 不過據羅馬洛最新的消息 水晶宮方面已經告知球會律師 考慮起訴南軍違規接觸奧利斯 令這宗傳會發生急劇變化 水晶宮的態度非常強硬 最終迫使車路士退出這次交易 在昨天水晶宮主席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 顯示出奧利斯已經接受了水晶宮提供的新合同 成功與球會續約4年 水晶宮對這個結果感到非常滿意 我是阿斌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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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